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指找到临时资金来支付员工薪酬 要求外交官员下周期恢复上班 脱欧协议遭国会大笔数否决之后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必须在21号提交新的替代草案 为了集中精力处理脱欧问题 他将不会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而英国国会已经决定在本月29号就替代草案再进行辩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最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聚焦太空导弹防御系统 虽然他在数月前曾经宣布朝鲜的导弹威胁已经解除 但报告强调朝鲜继续带来重大威胁 美国必须保持警觉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四人律师科恩 在2015年初曾经答应支付给一家小型科技公司5万美元 来帮助操纵网络民调数据 使得民调结果对特朗普有利 而特朗普的现任律师朱尼安尼则回应补称报道不实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写行记者会表示 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是毫无根据的 而且有政治动机 事件让企业家担心在家安全 他警告家方如果禁止华为向加拿大的5G网络提供设备 可能会面临不好的后果 各位早 今天头条继续是带您看到美国政府局不停摆进入第27天了 但这个困局还是没有见到解决的曙光 总统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互不退绕 特朗普是以政府停摆为由 推迟佩洛西的外访行程 而另一方面国务院发出通告 只找到了临时资金来支付员工的薪酬 要求外交官员下周起恢复上班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四再次呼吁总统特朗普签署临时拨款法案 以便让政府部门重开 佩洛西也为自己提议特朗普推迟发表国情咨文再次做出辩护 佩洛西稍早前写信给特朗普建议他推迟发表国情咨文 或考虑通过书面发表国情咨文 不过特朗普还没有做出回应 佩洛西不肯让步 特朗普也不失落 他在周四写信给佩洛西通知他说 他计划到比利时埃及和阿富汗的行程已被推迟 原因是政府停摆 原定的七天行程要等到停摆结束后再安排 另一方面民主党多名众议员建议 通过即时向联邦职员发放津贴的法令 让财政部向受停摆影响的联邦职员提供免息贷款 协助他们度过目前无心的难关 国务院中市则在网上向职员发出通告 指示所有住华盛顿特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外交官员 在下星期恢复有心值班 指尽管目前政府局不停摆 但国务院已经找到临时资金支付他们的薪酬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一幅相关的漫画 在这幅漫画当中呢 我们看到一个小朋友把自己的房间弄得天昏地暗 这个房间弄得一团糟 妈妈冲进来严厉地指责她说 你现在还住在我的房子里 只要你一天住在这儿一天就得遵循我的规则 这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母子之间的争吵 是一个典型的场景和对白 但是我们仔细看呢 这个小朋友其实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而冲进来的这个严厉的妈妈呢 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而且我们关注到佩洛西说 You're in my house 这个house是可以指一个家里 同时也是指这个佩洛西现在掌控的众议院 而我们关注到小特朗普的面前 还用积木堆起了一道边境墙 美国政府停摆进入第四周了 那么美国的经济业界表示呢 如果停摆持续时间太长的话 被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制定 以及整体的经济运行都会极为不利 巴克拉银行美国首席专家塞盘认为 停摆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的影响有限 但是停摆时间延长的话 负面效应就很难预估 另外美国联储局上次一些会议记录表示 今后利率政策倾向将会更多的依赖经济数据 但是目前政府停摆的状况 是否会对联储工作造成影响 专家认为 不过专家表示这种情况暂时不会出现 1月份联储应该有足够的经济数据来掌握货币政策尺度 然而政府停摆状态的确使很多经济界专业人士心情忧虑 巴克拉首席经济师斯坦还以停止刮胡须的行为 来表示对停摆的不满 凤凰卫视 庞哲江广复 纽约报道 好 更多消息呢 我们马上连线本台中纽约记者庞哲 来了解一下 庞哲你好 庞哲你好 旁之后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局不停摆 已经接近四个星期了 那目前金融界对于现状有什么样的分析和反应呢 陈珍有意思是我们值得注意 美国的金融市场实际上反应还是相当的担惊 那么美股呢 在这个星期都是持续出现平稳走势上升 那么今天受到一些市场上面的消息的震动 则是因为公司盈利消息与中美直接贸易 这方面最新消息 对市场的投资人有一定的情绪 但是投资人也认为 如果停摆长期下去的话 可能会整体经济呢 一个前景很难预测这样的负面的影响 实质的经济效应在目前还看不出来 但是对于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个人 比如说不能上班没有薪水 有些公司合同工 不一定是联邦政府本身的部门 而是与联邦政府有合作的一些合同的 私营的部门也会受到影响 另外政府要批发的很多文件 有些公司要领取的很多执照等等 这些可能钻石都是不能进行 对他们今后的营业计划 当然就会造成影响 有专家表示呢 现在这些经济行为暂时停止 但是等到政府复工的话 那么这些行为就会马上同步涌来 那就是现在的数据 如果显示经济有停滞现象 那么过一段时间呢 经济就会显示有一个大幅度的上窜的现象 所以只不过是一种经济行为后制 那么现在没有上班 没有薪水的人 在上班之后可能会加班加点 现在呢是上班没有薪水的人 在上班之后会补发薪水 所以现在呢减少的一些消费行为 可能在今后复工之后 会补足 是会更加剧烈 但问题就是说 这次停满时间多久 刚才专家也讲了 如果停满时间过久的话 对美国经济 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息都会有影响 那么现在还很难定夺 因为是从两方面都不让步这个情况下 那么前景确实 就像经济专家不愿意体虚一样 可能会大家都会这个心情沮丧 这个回头土链 先去 好的 谢谢庞哲 那其实除了金融和经济方面 受到影响之外呢 我们再来关注到去年11月 美国加州是经历了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山火 几乎完全摧毁了小镇帕拉代斯 而一个多月之后 美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政府停摆 又让当地的灾后重建面临难题 加州部分地方的防火工作 也是受到停摆的影响 加州小镇帕拉代斯的重建 严重依赖联邦政府的援助 虽然联邦紧急措施署和小企业管理局的贷款 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 但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却因停摆延迟 可能带来严重的长期后果 北加州齐哥市的一间非盈利组织 受到美国商务部的资金支持 为了火灾后的重建 他们向商务部经济发展局 申请了75万美元的灾难补助金 但是政府停摆导致申请被拖延 目前很多灾民依然住在酒店和避难所里 重建被搁置可能让他们会放弃帕洛黛斯 人才和资金的流失将进一步的打击 加州火灾区的未来发展 加州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可能出现野火 所以多余的冬季是开展野火防御工作的重要时机 加州很多防范野火的工程建设 需要横跨私人州和联邦的土地 现在联邦政府部分停摆 导致一些工程项目搁置 一旦错过了今年冬天 就要等到明年才能继续进行 这无疑增加了2019年加州野火的风险 凤凰卫视商务系李战兴 洛杉矶报道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宋忠平先生 为大家点评分析 宋先生早 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局部停摆 是一直持续 民主和共和两党目前看起来 不但是没有让步的意思 好像矛盾还激化了 对此您有什么观察 那么从现在的角度来讲的话 由于美国政府停摆 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 甚至美国的国家安全 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 实际上特朗普和国会 而不仅仅是和民主党之间的矛盾 是在加深 包括我们知道 这一次停摆的话 按照美国的预测 停摆一周将会损失 直接要有一些 十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那么现在已经有四周的 这种停摆 导致至少损失了有40亿直接的经济损失 这实际上和美国所希望美墨边境筑墙的费用已经相差无几 如果再持续一周的话 那么将会有50亿的损失 这是直接的经济损失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有很多消极的形式 比如你像在证监问题上 现在由于证券市场出现了一些政府停摆的联邦雇员不能上班 导致很多在监控的问题上出现了问题 还有就是国土安全 比如机场问题 现在也出现了重大的国家安全问题 包括国土的防卫问题 另外就是在很多的其他一些问题上 比如税务方面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这些东西都表明停摆将会导致国家的秩序 包括国家的安全受到重大的冲击 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不让步 由于佩洛西说要推迟其国情咨文的发布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你看特朗普他就说 由于你搭乘的是军机要实施外法 我可以不允许你搭乘军机 这显然就体现出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 是希望能够谈出一个结果 但是实际上从整个山户之间 表态的结果来看的话 特朗普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权力 限制佩洛西外访 而不仅仅是一个留下来 让他来进行谈判 包括他后面又说了一句话 说你可以转用民航去进行外访 这实际上恰恰体现出来 特朗普对佩洛西是一种报复的行为 而不仅仅是一个希望留下来谈判的问题 所以这种矛盾不断的加剧 导致特朗普和国会之间的嫌隙 将会越来越多 那么在谈判的过程中可能会越拖越久 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包括经济利益来讲的话 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坚决 好的 谢谢宋先生的点评分析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有环球聚焦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 我们把目光从美国转向英国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17号表示 首相特恩沙梅和国会议员进行了有建设性的会谈 以寻求方法来争取国会支持脱欧协议 而为了集中尽力处理脱欧问题 特雷沙梅将不会出席下星期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脱欧协议在国会大笔书否决之后 特雷沙梅需要在21号提交新的替代草案 英国国会已经决定在本月29号 就脱欧替代草案再进行辩论 英国国会将于29号 就英国首相特雷沙梅提出新的脱欧代替草案进行辩论 特雷沙梅的脱欧协议草案较早时遭国会大笔书否决 使得她再度面对英俊考验 就是要赶在21号提出新的脱欧代替草案 她急需与各政党谋求共识 寻求受到各政党支持的脱欧协议草案 避免英国陷入脱欧乱局 特雷沙梅早前表示 会与各政党的国会领袖会面 并呼吁各党派放下个人利益 为英国寻求出路 根据特雷沙梅的发言人表示 至今特雷沙梅还没有机会 同在野工党党魁科尔滨接触 但表示特雷沙梅仍然愿意 同科尔滨讨论脱欧问题 科尔滨指 特雷沙梅提出举行讨论脱欧的 跨党谈判只是政治把戏 她重申 除非特雷沙梅可以保证英国 不会出现无协议下脱欧 才愿意谈判 另外一项在16号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 假如再次举行脱欧公投 愿意留欧的英国人占5成6 而希望脱欧的英国人就有4成4 两者相差12个百分点 同去年年底的民调相比 支持和反对留欧的差距明显上升 有可能反映英国人逐渐对于脱欧 失去信心 方黄卫视综合报道 英国国会早前否决英国政府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那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 17号再次表示 如果英方可以改变谈判底线 那欧盟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让步 脱欧谈判欧盟首席代表巴尼耶在葡萄牙表示 英国方面所谓的脱欧谈判红线 是对达成更广泛协议关上了大门 为避免印脱欧 巴尼耶在16号也曾表示 如果英方决定改变早前定下的谈判底线 欧盟愿意与英国谈判一份新协议 英国国会以大笔数否决了英国政府 与欧盟此前达成的脱欧协议 英国首相特雷沙美要在21号 提出新的脱欧替代草案 德国外交部长马斯17号在国会就表示 现在留给避免印脱欧的时间已经不多 玩小把戏的时间已经结束 他敦促给脱欧协议投反对票的英国国会议员们 要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英国方面需要尽快达成一致 马斯宾再次重申德国不接受重新谈判的立场 此外德国工业联盟主席肯普普 1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脱欧协议遭否决导致眼下正向无序脱欧的方向危险前行 各企业将开始坠入深渊 他表示希望英国方面尽快给出答案 如何继续推进 他又强调无协议脱欧不能当成一个选项 凤凰一世总共不掉 好我们来看一幅相关的漫画 这幅漫画主角也是特雷沙梅 我们看到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从一辆画有欧盟标志的飞机上跳伞跳了出来 但是没想到跳出来之后 这一顶写着Brexit 写着英国脱欧的伞 并没有张开 眼看着特雷沙梅就要摔下万里高空 粉身碎骨了 他只好大声疾呼 没得没得大声的呼救 好来看到其他方面的消息 来关注到第二次美朝峰会很有可能有新的进展安排了 我们来看到网页上的报道 来关注一下被视为金正恩左右手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副委员长金英哲 正在前往华盛顿和美国官员会面 韩国媒体报道金英哲是带了一封金正恩的亲笔信 准备交给美国总统特朗普 金英哲是在昨天上午抵达北京 下午搭乘飞机前往华盛顿的 预料他会在当地时间的周五上午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面 下午会拜会美国总统特朗普 为金正恩和特朗普的第二次美朝峰会做准备 而韩联社就报道说和首次美朝峰会筹备过程相同 这次是朝鲜统战部统一战线策略市市长金盛慧 以及外务省北美局局长崔康一也陪同金英哲访美 而外界现在都在猜测第二次美朝峰会可能会在越南举行 路透社也引述报道说金正恩将会在下个月前往越南展开国事访问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最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聚焦太空导弹防御系统 那报告还强调朝鲜仍然是一个持续且重大的威胁 特朗普当天上午在五角大楼发布了2019年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这是美国自2010年以来发布的首份导弹防御报告 报告从美国国家安全国防以及核武战略出发 评估了自2010年以来对美国以及盟友会产生威胁的导弹与核武力量的发展 并检视美国需要投资和加强的领域 包括拦截器 激光等天机反导技术 我们会认识到空间是一个新的战斗阶级 和空间力阻挡着的路 美国导弹防御局在报告中还提出一些值得关注的范畴 包括发展高超音速导弹 特朗普还特别提到了伊朗 报告称伊朗拥有中东最强大的弹道导弹力量 虽然特朗普在当天的发言中并未提及朝鲜导弹威胁 并且早在几个月前就宣称朝鲜的导弹威胁已经解除 但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就坚持 朝鲜的导弹是美方的重大关切 报告还指出 虽然朝鲜现在可能有一条通往和平的新途径 但它继续构成一种重大威胁 美国必须保持警惕 凤红卫视王又又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美国媒体17号报道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 曾经在特朗普竞选阵营组建以前 私下帮助特朗普花钱 操纵民调数据 款项则是从特朗普的个人账户当中打出的 但特朗普方面对此持口否认 华尔街日报周四发文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 在2015年年初曾答应支付给一家小型科技公司5万美元 以帮助操控网络民调数据 使民调结果对特朗普有利 报道指 科恩当时曾在特朗普大楼门前 将一个装满现金的购物贷交给这家科技公司的负责人高洁 总金额介于12000美元至13000美元之间 科恩回应称 所有款项都是通过支票赠予并非现金 科恩发布推特称他所做的都是按照特朗普的指示 同时也是为了使特朗普受益 科恩称后悔自己曾对特朗普忠诚 特朗普集团拒绝做回应 据报道高洁表示 自从收到1万多美元以后 剩余款项科恩一直没有支付 但根据政府文件的内容和知情人透露 科恩在2017年年初却依旧向特朗普索要5万美元的报销款项 报销的凭证仅仅是一张由科恩手写的收据 最后报销款项从特朗普的个人账户中打出 分析指 这反映出特朗普和科恩两人之间曾经的信任程度 特朗普的现任律师朱利安尼当天称报道不实 并指出即使这桩交易发生了 特朗普总统本人也毫不知情 他表示 真正的关注焦点在于 科恩是否窃取了未偿还的剩余三万七千美元 据报道 科恩曾在2014年1月要求高洁协助 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的一项 评选美国最顶尖商业领袖的民调中 提高特朗普的评分 2015年2月 高洁又帮助特朗普在一项评比 潜在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的民调中 获得第五的名次 凤华文旭六三号 陈一秋 华人顿报道 好 我们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 身陷的另外一个麻烦呢 就是通俄调查 对于通俄调查事件 他的私人律师最近针对某些说法改口了 我们来看网页上的报道 那特朗普的私人律师 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改变说法 说他自己呢 从来没有讲过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和俄罗斯没有勾结 他重申自己代表的是特朗普 而不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 而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显示 特朗普本人和俄罗斯有任何勾结 最新的法庭文件显示呢 特朗普前竞选经理马纳福特 曾经是将部分属于机密的竞选民调资料 和一名俄罗斯情报单位的有关人士分享 而朱利安尼表示这并不是勾结 今年中美建交40周年座谈会 17号在美国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举行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欧伦斯表示 他对短期内中美关系发展感到担忧 但是长期来看呢 他仍然是非常乐观的 欧伦斯抨击特朗普政府 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 欧伦斯认为中国的发展目标 并非是要取代美国 为期三天的纪念中美建交 40周年座谈会 17号在卡特中心开幕 欧伦斯在大会上致辞表示 目前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完全可以化解 他更大的关切在于 中美不断增长的军费开支等问题 欧伦斯非常不赞同 特朗普政府在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中 把中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 视为战略竞争者和修正主义国家 我们所谓的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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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伦斯进一步指出 中国的目标并非是要取代美国 而是实现稳定和经济发展 欧伦斯认为 目前中美两国元首的良好私人关系 有助于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保障 虽然欧伦斯对中美关系的短期发展表示担忧 但长期来看他仍然感到乐观 欧伦斯在致辞的最后还用中文表示 希望中美关系的明天会更好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亚特兰大报道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周四举行记者会 警告家方 如果禁止华为向加拿大5G网络提供设备 将可能会面临不好的后果 卢沙野表示 近期中加双边关系经历了不愉快的发展 尤其是华为高层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 是毫无根据 而且有政治动机的 这次事件让企业家担心在加拿大的安全 所以石管有义务向公民提醒 谨慎附加 卢沙野还说 在华被捕的加拿大毒贩被判死刑 是基于中国法律遵循了所有法律程序 长期以来 加拿大媒体充满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而中方对加拿大的报道则都是公平的 他警告加拿大 不要禁止中国企业华为的设备参与5G网络建设 否则会产生不好的后果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后来又来自两岸三地的最新消息 一会儿见 各位早 欢迎大乘2019年1月18号 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 我是陈权 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新闻 美国政府局部停摆进入第27天 总统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互不退让 总统特朗普以政府停摆为由 推迟佩洛西的外访行程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旨找到临时资金来支付员工的薪酬 要求外交官员从下周起恢复上班 脱欧协议遭国会大笔数否决之后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必须在21号提交新的替代草案 为了集中精力处理脱欧问题 他将不会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而英国国会已经决定在本月29号就替代草案再进行辩论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国防部发布了最新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 聚焦太空导弹防御系统 虽然他在数个月前曾经宣布朝鲜导弹威胁已经解除 但报告却强调朝鲜继续带来重大威胁 美国必须保持警觉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四人律师科恩 在2015年年初曾经答应支付给一家小型科技公司5万美元 以帮助操纵网络民调数据 使民调结果对特朗普有利 而特朗普的现任律师朱利安尼则回应说 报道不实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举行记者会表示 孟晚舟被加拿大逮捕是毫无根据的 而且有政治动机 事件让企业家担心在家安全 他警告家方 如果禁止华为向加拿大5G网络提供设备 可能会面临不好的后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17号主持召开座谈会 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 李克强说 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 对政府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是国务院接受民主监督的重要程序 李克强表示 今年要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政府已经积累了不搞大水漫灌的经验 可以通过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在转变发展方式中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要更加注意优化营商环境 激发市场活力 更加注重支持创业创新 加快新动能成长 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 逐步解决民生难点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7号公安部内地公安厅局长会议在北京召开 那中国公务委员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努力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 赵克志在内地公安厅局长会议上表示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四个意识 鉴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以开展践行新革命 忠诚保大庆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 做好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保 维稳工作为主线 防范化解各类重大风险 忠实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及社会稳定的使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他还要求要集中全景之志 全景之力 坚决打好政治安全保卫账 风险化解攻坚账 严打犯罪主动账 公共安全治理账 社会防控整体账 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创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环境 赵克志还说要深入实施改革强警及公安大数据战略 推进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 并进一步加大公安放管服改革力度 着力锻造一只绝对忠诚于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及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 凤凤卫视陈启阳晨毕竟报道 三名中国公民涉嫌非法管有犀牛角等野生动物制品 被肯尼亚当局拘捕并起诉 那三人是17号各自以巨额现金获准保释候审 三名中国籍被告包括两男一女 17号在肯尼亚首都内罗币出庭应讯 把关其后宣布 三人各准以现金1000万肯尼亚先令 合约98000美元保释候审 期间禁止离开法院辖区范围 据报道 内罗币警方是在本月8号的一次突击行动当中 拘捕了三名被告和一名肯尼亚籍男子 并在他们的住所搜获了一批野生动物物品 包括一只活龟 豹皮 象牙和犀牛角 还有大批疑似野生动物的肉类 台湾方面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请祝台北记者蓝镜图来告诉大家 镜图早 陈远早 各位观众早安 今天台湾各报聚焦2020大选的话题 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胜的国民党党内出征2020大位的人选备受关注 目前表态参选的已经有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台湾大学教授张亚中 而被点名可能禁逐的前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 17号出席活动时 脱口说出有机会的话四年就好 也就是台湾领导人一届的任期 而随后到场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则是祝福王金平欣赏事成 再来看的是中国时报 韩国瑜就任高雄市长之后 17号首度到市议会接受议员质询 面对民进党议员提问九二共识相关议题 韩国瑜是说对台湾高雄的未来 以及两岸和平发展九二共识是最重要的定海神针 过去30多年来九二共识让两岸稳定交流发展 重要性不言可遇 而台北战今天采访重点要来关注台湾近日是不断的传出虐待儿童的事件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显示 六岁以下儿童受虐的比例从2016年开始逐年的攀升 而2019年才刚开始 但一周内就发生至少四件的虐童事件 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治理下的社会是感到非常的失望 认为蔡政府连儿童都保护不了 应该感到非常的羞愧 今天上午将到台湾行政院外视为抗议 而另外蔡政府为了追讨国民党所谓的不当党产 成立了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党产会早前是认定国民党的前中央党部大楼 从借用租用到成购 过程与法不合 因此向国民党追征出售价额超过11亿台币 国民党不服申请停止执行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准必须停止执行追征 不过党产会仍是穷追猛打提出了抗告 但最高行政法院裁定驳回 并且全案停止执行确定 党产会再囤败账 香港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接下来时间再交还给全全 好的谢谢净途 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方面的消息 来看一张报纸 不知道大家最近觉不觉得身边 好像感冒的人变多了 因为确实在香港正是流感高峰期持续 在本月的13号到16号 已经录得了8个死亡个案 在4天内录得了124宗 在学校或者是院设爆发的流感个案 那比上周呢增加了3宗 而比再前一周增加了超过20倍 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就表示 本地流感的活跃程度 在上周是大幅上升 现在主要流行的病毒是甲型流感H1 而幼儿园和幼儿中心呢 爆发流感的数量 以及6岁以下的儿童 住院率是特别高的 反映儿童在本季比较受到影响 昨天新增的三所学校呢 也是有65人感染流感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 美股周四上涨 连续第三天收高 中美贸易气氛有好转的迹象 为盘拉抬大盘全线上扬 科技工业和健保类股领涨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24370点 涨162点 涨幅0.67%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7084点 涨49点 涨幅0.71% 标普500指数收报2635点 涨19点 涨幅0.75% 详情请看中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今天华尔街股市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四尾盘拉升最终收涨 来自中美贸易谈判方面的最新消息 和关税方面的消息 都是激起了市场的乐观情绪 令美股在尾盘得到提振 道指今天是收涨近163点 陶氏杜邦大涨3% 而波音和卡特比勒都是上涨超2% 纷纷领涨道指 同时今天耐克联合技术集团 都是涨幅居前 不过维里孙通讯联合健康集团 在今天是跌势明显 拖累道指 而标普白指数今天是收涨0.76% 工业板块和原材料板块领涨大盘 纷纷上涨近1.65% 而同时 能源板块一宝板块也是涨幅居前 金融板块受到大摩摩根士丹利 财报不佳的拖累 曾经一度领跌大盘 但是最终收盘人士上涨坐收 那么科技板块的涨势 在尾盘扩大至0.67% 也提振纳指今天是稳定收涨0.71% 另外也有期货价格今天收跌0.5% 黄金期货价格也是收跌约0.1% 美元指数是全天基本走平 另外今天一些重要的企业财报 也受到市场的关注 除了摩根士丹利发布了表现不佳的财报之外 今年盘后奈飞是发布了好坏参半的财报 那么股价在盘后时下跌6.5% 另外道指成分股美国运通的财报 今天也是受到市场关注 以上就是星期四美国股市情况 凤凰卫视陈青伟纽约报道 美国政府停摆以来 金融市场是反映弹静 专家表示投资人目前其实更关注 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 对美国经济以及公司盈利的影响 美国机构投资人普遍认为 虽然政府停摆对投资人心理有负面干扰 但是目前最受投资人关注的 仍然是正在沟通中的中美贸易关系 I think both both are very crucial we need a Chinese deal I think it will happen I think the administration is actually banking on that to happen if that doesn't happen the risk of recession in 2020 you know is probably greater than ever and if I have to put a percentage number on it I would say that we could be looking at 90% chance of recession in 2020 根据近期研究机构 对现金基金的资金流露状况 统计显示 全球投资人近期持撤资 场外观望投资策略者明显增加 专家认为 至今仍然没有撤资的投资人 应该保持冷静的心态 专家还表示 目前正值公司盈利公布期 投资人希望能够从公司高管 对业务前景的分析当中 判断贸易僵局对美国经济增长 与公司盈利前景的影响 但是如果公司盈利 公布其过去之期 美国政府仍然停摆 缺乏及时准确的经济数据 做参考的情况下 将会对市场造成 重大的心理上的打击 凤凰卫视旁着丁页 纽约报道 德国工业联合会 近期发布报告 呼吁在欧盟范围内 改变政策 加强对中国投资的审核 同时改变欧洲的反垄断法案等 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 德国工业联合会 这份报告的核心内容 是敦促欧盟采取措施 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 虽然采取开放市场经济体系的 欧洲和德国工业界 在全球市场上 依然占据强势地位 但是欧洲必须加强对基础设施 进行投资 改善教育体系 支持未来产业的研发 从而确保欧洲 在人工智能等关键科技领域 不要掉队 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肯普夫 再次强调欧盟应该加强资助法 和应对反补助政策的方法 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 欧洲需要调查 这些公司是否是在政府资助下 收购德国企业 并在必要情况下出手阻止 执行总裁朗格表示 这并不代表德国对于和中国 进行经济合作的意愿 有丝毫的减少 但同时也必须在认清 中国状况的情况下 坚定自身的立场 我们的要关注 我们的想要说 中国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要想 我们应该要进行 我们的想法 我们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应该要认为 但是这有关关注 这些程度是我们的 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优优优优优独播 我们的相关注 我们的优优优独播 我们的优优独播 我们的情况下 有所谓的情况下 但我们也认为 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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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 德国工业联合会是德国36个工业行业协会组成的经济政策性总会 其职责是维护德国工业的共同利益 同时也是德国工业界最为重要的院外游说组织 因此来自德国工业联合会的提议 对于德国政策的制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好我们来看一个网页上的消息 关注一下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那香港楼市呢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 是出现了预冷可以说是量价齐跌 而我们来关注到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数据也可以证实的这一点 就是香港的私楼的动工量是持续的偏低的 2018年11月仅仅录得了13火动工量 属于29个月新低 加上去年的头11个月呢 累计只有1.26万火开工 按年同期减少33% 创近4年的新低 全年达标无望 好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有专线大观 一会儿见 欢迎回来我们关注到 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彼得森 抵达大马士格开启上任以来对叙利亚的首次访问 彼得森和叙利亚领导人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会谈 而叙利亚观察家表示呢 彼得森需要保持中立的态度 以后的工作才能取得成功 我们来看本台驻大马士格记者发回的报道 彼得森在出任联合国民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 一个星期后就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格访问 在访问期间 彼得森与叙利亚副总理将外长摩尔利姆会谈 就推进叙利亚为止的政治解决进程进行了讨论 在会间后 彼得森表示会谈具有建设性 慕尔利姆欢迎彼得森出任联合国民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 在会谈中 慕尔利姆表示 愿意与彼得森合作 共同推动舒威举政治解决法案 对此观察家认为联合国新特使 若要让以后的工作取得成功 最重要的是保持重力 并能接纳各方的意见 之前的纪委两国 修理亚问题特使都未能够取得成功 目前修理亚政治界都欢迎 比蒂森出任新特使 希望他能够发挥公正和公平的作用 来帮助解决修理亚问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访问塞尔维亚 并会见塞尔维亚总统伍契齐奇 普京专机抵达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 总统伍契齐奇亲自迎接 普京随后前往贝尔格莱德解放者公共献献花 伍契齐奇为普京举行正式欢迎仪式 并共同检约仪仗队 然后展开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 在随后的记者会上 普京向吴齐奇授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 普京谈到科索沃问题 认为科索沃建军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总统伍契齐奇 比较少认为科索沃建议 中文军契齐奇 中文军契齐奇 维亚人的关键利益 普京稍后前往贝尔格莱德 中部的圣萨瓦教堂参观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 东正教教堂之一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哥伦比亚一家警察学院附近 17号发生汽车炸弹爆炸 造成至少10人死亡 50多人受伤 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谴责爆炸事件 是恐怖主义行为 事发在首都波哥大南部 有警员持步枪在警校周边戒备 并大声喊话 要求民众离开这一区域 部分警校学院的家属 在门口哭泣和祈祷 神情激动 当局目前已经封锁警校 对案件进行调查 大量警车和救护车进出校园 当局还派出直升机到场协助 目击者拍摄并上传社交媒体的画面显示 爆炸后的汽车残骸冒出浓烟 地上散落一地碎片 现场一片狼藉 校方指 肇事汽车在事发前强行冲进学校 有目击者表示 爆炸发生时传出一声巨响 这天天发生了很大爆炸 影响了所有家属 人们都这么大 在五角落里 有桌子 有桌子 在西部省份视察的哥伦比亚总统杜克 提前赶回波哥大 应对这场针对警方的恐怖主义行为 并要求安全部队将行凶者绳制以法 当局目前没有确定袭击案的幕后黑手 警方释发后 逮捕了数名民族革命运动游击队成员 而左翼反政府武装民族解放军也在怀疑对象之列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 17号遭遇车祸 但是没有受伤 事发在英格兰东部桑德林厄姆庄园附近 17号下午三点左右 菲利普亲王正驾车驶出主干道 意外和另一辆车相撞 事后需要由他人协助离开车厢 目击者称他当时清醒 但看似受惊 白金汉宫表示 亲王其后返回庄园 接受医生检查 确定没有受伤 警方则表示 另一辆车上的两人受了轻伤 现年97岁的菲利普亲王 从2017年宣布退休之后 不再担任官方任务 他和女王自上个月圣诞节后 一直留在桑德林厄姆庄园 我们来看看各地的天气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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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找班车 祝您周末愉快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